好,各位大家好 來介紹一下我們的 TOLAMAN跟鐵牛 紅巡跟鐵牛決定器 這兩顆有什麼差別? 因為主要就是 紅巡它的防水係數 因為它現在變成QD機身 它的機身構造變得不一樣 跟以前是升降機系統 升降機系統沒有之後 它變成QD的機身 齒盤加厚,防水係數加強 然後鐵牛 不用多說,它就是SUT系統 腳踏車系統 腳踏車系統有什麼好處? 我們放線的時候 手把是不會動 穩定機身 它早期第一代的SUT 它少了這個 配重塊 所以它高速放線的時候 還是會晃一點 它現在多了這個配重塊 然後紅巡的部分呢 它以前有升降機系統 雖然說脖子啊 它重大雨 會迅速往下降 可是 有個問題就是 它用久了 它會自己掉下去 而且啊 它那個升降機系統 未來要穩定機身 就多了 脖子降倍功能 好,它其實現在改掉之後 放線 也依然也比較不會晃 而且 它這個的好處就是 一般我們的紅巡 泡在水裡面 5分鐘 上來就可以不用拆 鐵牛 只要落水 就算10秒也好 一定要全拆全包 不過 以我們銷售啊 鐵牛當然銷售還是比較高的 因為捲起來比較綿密 如果要籌用 耐操的 還是拿紅巡號 還有喜歡的 找到我們 我們都有現貨 OK